不久江西上饶市的万年县街头 一位老人推着一辆受推车 车上坐着一名衣着干净整洁的老太太 一问才知道 原来这位老太太今年已经90岁了 后面推车的是她的大儿子 今年也已经70岁了 老太太由于身体的原因 连坐电瓶车都会晕车 这出一趟门是儿子推着母亲去看病的 而推车的还有二儿子 还有三儿子 轮流推着 要走40里路才能够到达医院 而医院里早早挂号等候的是 腿脚不大方便的四儿子 你养我长大 我陪你变老 这个孝子在这个朴素的农村家庭里边 是这么的动人